只要放假就好 对啊对啊 放假是最好啊 有假能放当然都好 但这假该怎么放 朝野立委都有提案 公民党立委牛许婷 主张新增小年夜 重阳节解研纪念日 921国家防灾日 等七个全国放假日 同党立委陈玉珍 认为823纪念日应该放假一天 823炮战的胜利 奠定了中华民国生存发生的基础 所以这样的日子 是非常值得 也应该让下一代子孙都记得的 原住民立委陈吟 武力华高金素媒 在喊出增定原住民族日 民众党团主张教师节 劳动节列为全国放假日 更提案若周二周四放假 周一周五调整回弹性放假 去年啊这个弹性放假 放了太多天了 引起很多的批评 那今年变成都没有了 结果修正的这个结果 变成是过犹不及交往过正 不过说到弹性放假 廉价对生意人来说 可是业绩杀手 放个三天四天那种了 一定市场又没有什么人 四天大家会选择 在国内都跑中南部去玩 日前工总理事长林伯峰才说 放一天台风价台湾损失315亿 假如大放假时代来临 对台湾经济是否带来冲击 放一天台风价台湾那整体的产值 台湾那整体的大概就315亿 你一下是换七天去砍这些假期 原来没有放假 让增加了七天假期 那就是2000多亿 对此政院占无回应 放假固然好 但怎么放得巧 政府也得好好思考 TVBN轩无愧的陈婷 台北通报导